矽膠材質做成的便當盒和水瓶 不僅耐熱還輕巧好攜帶 減速不是口號該如何落實於生活 這家成立五年的企業 強調他們開發的每一樣商品 都可以取代一件塑膠用品 細密帶的話就是所謂的外帶的食物帶 因為我們現在不管去麵攤啊 對 都會有塑膠帶 我們並不是強調說我們不使用塑膠 是你要從生活上去減少塑膠的使用 來自東南亞的移工人口 是台灣社會不可或缺的勞動力 因此如何為他們創造更友善的環境 讓在台灣工作經歷成為他們未來返鄉的加分能力 語言就是重要的關鍵 因此有NGO組織特別為廣大的移工人口 開設實體和線上中文電腦等等相關課程 培養他們更具競爭力 而從環保商品到移工技能培養等等 各種看來不相關的領域卻齊聚一堂 原來這些企業組織都參與了台北市 近八年來推動的台北好社企計劃 可以讓我們可以更了解我們自己的營運的模式 有沒有什麼需要精進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其實也會媒合很多企業的資源 讓關注ESG的企業也可以跟我們進行合作 就如同今天我們參加這個展覽一樣 我們需要的是曝光亮 因為對我們來講我們是一個新創品牌 台北市推行的計劃其實就是要帶領企業做ESG轉型 所謂ESG代表的就是環境保護 社會責任公司治理 這些是評估一家企業是否永續經營的重要指標 現在為止大概已經輔導85家業者 那內容跨了六大領域 減碳循環環境保護食農創新 社會共同還有教育創新醫療照護 主要是我們現在要面臨少子化高齡化 極端氣候還有這種地球暖化這些問題 所以這種移居永續城市 它並不是喊口號就可以達成 那真的是需要政府跟民間的力量一起來完成 因為全球暖化讓ESG轉型成為一股趨勢 而無論是推動環保或是協助弱勢等等方面 當企業承擔起更多的社會責任 不僅能提升企業形象 也可以讓生活環境更加友善 人間衛視葉雲吳志恆台北採訪報導